我小時候的照片 基本上也就是一個混血兒 對 所以有可能是這個原因 對啊 好可愛喔 跟芝芝很像 是 說這個小芝麻從一出生 他就自然的就成為YouTuber了 說現在他不但不怕鏡頭 他還可以常常跟你們一起 這個上鏡 一起玩 甚至他還會自己去 拿手子一起來 然後架好 然後站在這邊 然後就是在跟我們講 他要拍東西 或者他要幹什麼 像我們昨天就只是很無聊的 想說我們再玩一下遊戲好了 然後他就發現 他自己就衝去拿手機 然後自己放在那邊 打電動認識的 就是我們打一個手遊傳說對決 其實我們本來就認識 但是很不熟這樣子 然後剛好有朋友在玩傳說對決 然後我們其實有在玩 只是我們沒有互相玩 因為那朋友的關係 我們就一起在玩這個手遊 然後後來就越玩越熟 然後我們就約出去喝杯咖啡這樣子 我們第一次約會 我們約超早的 就在一個咖啡廳 到那邊打電動 點一杯咖啡 然後不用講話就一直打電動 對 還是有講話 還是有講話 有一個九點這種 對 那剛好他就是 他對我而言他就是我很崇拜的 因為他就是像遊戲中的大神 他在遊戲裡面是很強的 對 很強的 所以就會覺得說 就會覺得我超弱 然後跟他打的時候 就是好像就是 跟著他旁邊就是躺分躺贏 然後就覺得好帥喔 很想要認識這種人 所以其實就有崇拜的成分休閒 第一次跟他見面之後 我說真的我沒有誇張 就是真的是一開那個咖啡廳門 我問我遲到了 因為我一開咖啡廳門的時候 我就看到他就坐在那邊 然後他就是這樣 發光 發什麼光 不知道 就覺得看到他這個人 然後你就覺得他有發光 自帶光效 你們那時候不知道他這麼強 不知道 那是什麼情況之下 知道說哇 這個男的 這張姐 就是中間共同的朋友 拉我們兩個人一起玩這個遊戲 然後我就看到他真的超帥 然後我們就私底下又加了好友 我一直在上網看一台車子 看一台車子 對 我在看車子 我對這車子有點興趣這樣子 那芝芝就在我 他電腦就在我旁邊 他就看到了 他就說 老公你在看這個是什麼車啊 什麼的 我就跟他介紹啊 是什麼車啊 我就說我好像蠻有興趣的 你有沒有興趣 我們去看一下這車子 然後我們就約好一天 就去看車子 看完了之後 他這也蠻滿意的 然後他看我的反應 我也很滿意這樣子 沒想到 他自己就私下跟著業務聯絡好 就直接買一台車送給我 買一台車送給你 對 然後就過了大概一兩個月後吧 那時候我一直在關注這台車嘛 一兩個月後他就自己主動喔 主動跟我說 老公我們要不要去看這台車啊 就我們要不要再去試駕看看 你不是一直很喜歡黑色的嗎 但我們那天去試駕的時候 沒有看到黑色的 我們今天去看看 因為他們主推不是黑色 對 我們今天去看看 搞不好看得到黑色 我就說 好好 因為我也蠻想去的 我們就到現場 到現場之後 還是沒有黑色的啊 我就問那業務說 展場 展進來是沒有黑色的 怎麼辦 有沒有黑色 我想要看一下 然後業務就說 欸 欸 張先生剛好 今天有一台車要交車 客人要交的 在後面 在後面 剛好是黑色的 就破例讓你去看一下好了 然後我就到後面 然後就 哇 黑色真的是超帥 超美的 我就這樣轉來轉去 在那邊看來看去 然後忽然之間我老婆就說 老公你怎麼進去坐坐看 你看 鑰匙在這裡 你就是車主 當下傻眼 我真的是 他們其實對於 對這種 這個另一半的這種 表現愛意的方式 通常是不害羞 非常直接大方的 很喜歡那種 我們講說放閃給大家看的 他們覺得 我們這樣子在某個節日 有一個很盛大的這種慶祝 或者是表現的話 是我們兩個人 非常棒的回憶